又酸又辣的中国螺蛳粉 这几年来在台湾很红 去年以前还有不少电商通路和实体卖场 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但自从去年一月份开始 经济部贸易局就已经说明 中国螺蛳粉从来都没有允许进口 只能限量自带六公斤 而且是自行食用不能贩卖 若有市售的商品就属于走私或者是虚报 因此这一年来 中国螺蛳粉大量消失在台湾的市场 不过仍然有不销业者企图透过船只寄运 把货品从金门运送到高雄 企图闯关都遭到海巡队拦检 来听听海巡队的说法 高雄海巡队表示截至3月15号为止 今年查获44案 总重有1435公斤 也就是说每个月几乎约有500公斤的走私螺蛳粉 数量可说是相当可观 全部都被函送官务署高雄官裁处 也呼吁民众和业者要遵守法令